这就是金汤丝瓜小酥肉 金汤丝瓜小酥肉 哎 妈一听这名字 你明明 这道菜的主要食材有 瘦猪肉丝瓜和南瓜绒 要想做出金黄的汤汁 这南瓜绒可是相当重要 那么如何做南瓜绒呢 南瓜绒的制作方法是 将南瓜切条后煮至软烂 搓绒即可 来我们继续看看 这金汤丝瓜小酥肉的做法吧 第一步 将丝瓜去皮切条备料 再将猪肉切条 加盐 葱姜水 料酒 花椒粉 用手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第二步 在腌制好的猪肉中 加入干淀粉 葱姜水 用手抓匀上壶 然后将猪肉入锅煎制 待猪肉表面挺实后出锅备料 特别提醒的是 猪肉下锅稍作煎制 便要将其翻面 不可一面停留的时间过长 另外也可以将锅面倾斜 让肉和油都倾斜在一边 达到炸肉的效果 第三步 用油将葱姜爆香后 先后在锅中加入料酒 葱姜水 开水和南瓜蓉 稍作煮制 加入丝瓜条 盐 糖 和小酥肉 出锅前取出葱姜 特别提醒的是 为了让小朋友更喜欢这道菜 葱和姜都要切成较大的块 这样在快出锅时 方便将其捞出 这样我们这道勾人食欲的 金汤丝瓜小酥肉就做好了